還不到上課時間 學生們就已經坐在教室裡了 不是期中考也沒有要發考卷 每個學生都在上課前十分鐘 就趕緊走進教室 因為 因為老師上課很有趣 然後又不會有壓力 然後沒有考試 因為覺得老師很可愛 就是老頑童的感覺 他們口中說的這位有趣的老師 就是人稱海洋之子的方立行老師 我先講明星期間 問你誰想知道 你什麼意思 怎麼講 你可以再打 你看你什麼人 你不要那麼神電 然後再打 生動活潑的教學方式 是方老師一怪的作風 他把將近四十年所學的海洋知識 和生活上的體驗 使而中文 使而英文 有時再加上一些匕首畫腳 毫不保留的全部都交给他学生 有人称方立行老师为海洋之子 他自己也说他泡在海中的时间 超过了一万个小时 他对于海的感情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想象的 但是一开始 又是怎么样与海洋结缘的呢 我跟海洋结缘 其实是因为我父亲的缘故 我在很小的时候 大概民国四十几年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物资很缺乏 爸爸就会带我去钓鱼 到处去钓鱼 然后把这些钓到的鱼 就拿来夹菜吃 所以我就很喜欢水 很喜欢鱼 当然也对他有很多的好奇 在高中的时候 然后我选哪个方向的时候 我父亲也对我有影响 因为我那时候是念的建国中学嘛 所以成绩应该还不错 所以也可以去走所谓的电机 也可以走医学院 可是我爸爸也跟我讲说 在这个地球上面有70%的空间 还没有被人类所去了解开发 他就建议说我可以考虑这个方向 所以我考大学的时候 就选了台大动物系 渔业生物组做我的第一志愿 就是正式进入了海洋这个领域 应该讲毕业之前 我有一个机会 在水师所动活图 含吊一九两位老师的提拔之下 我在大学的时候 就把台湾的所有的水产实验所 都跑遍了去做实习 那当然就让我对这个 渔海有更强的连结 现场而不只是研究了 毕业以后呢 我有机会进入中安研究院 张坤雄张老师的实验室里面 当研究助理 张老师那个时候 刚刚开始引进了全世界 其实不是全台湾 可是全世界都非常新的潜水的技术 做海洋调查 那我就变成了台湾第一批 可以深入海洋 看到海洋的美景 看到海洋的生命的丰富 以及看到海洋的潜力的科学家 所以我后来去美国念书的时候 包括考公会留学考试的时候 都是鱼类生态 就一直跟海洋连在一起 那回国以后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我就从事这个海洋的教学 在中山大学 在屏东车城的海洋生物博物馆 是方立行老师在1991年 参与的海洋生物博物馆 以海洋生物为主题的大型博物馆 海洋館庆祝一岁生日时 入园游客已经被积超过了350万人次 海洋館建管工程也获得 美国国家工程杰出奖的肯定 更重要的是海洋议题 逐渐受到台湾舆论的重视 这一切看在方立行眼里 从海生馆筹备建造 到跟国人见面 长达十年的努力 总算没有白费 我要在屏东合立海生馆 陪你一起长大 方老师也认为 台湾是一个被海洋包围的国家 民众的生活也与海洋息息相关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和他一样 对海洋有如此的热情 但是对海洋保护的观念 却不可以不知道 这几十年来经过海洋的这些洗礼 包括探索 包括研究 它对我冲击最大的其实 一般人会认为说是海洋环境的破坏 这当然是 但是因为我就在高雄 我其实是台北人 可是我在高雄待了差不多三十几年 我看到高雄渔业产业的兴衰 高雄是 曾经是台湾整个原样渔业的基地 那在过去这几十年来 其实不是台湾自己造成的 是全世界的一个 对海洋渔业的错误的管理政策 所有的发展中的国家 或者已开发的国家 他们都忙着从空海中间捞鱼 等于我们用最现代的机械或者是技术 去做最原始的打猎 去海里面去捕鱼 所以那个海洋的整个的产业 包括了渔业资源 以及相关的这些加工 就因为渔源的过度的破坏 会开始整个往下的走了 甚至包括相关的造船 这些渔货的运销 这个其实是我印象最大的一个部分 可是大部分的百姓们接触不到这个部分 大部分的百姓们接触的 其实只是我们附近的 墾丁或者海岸的一些的 近海的环境的变迁 但是真正对海洋来讲 最大的变迁 其实是它整个生产链的 被我们严重的破坏了 就是渔业的生产链 你的基础生产链 以及到后来永续能够经营它的这个方式 这个部分被我们破坏了 每个人都有梦想 但能从梦想家变成实践者的人 却少之又少 方立行不只是个梦想家 更是个为梦想持续奋斗的人 他把梦想奉献给了台湾 奉献给他最爱的海洋 未来 海洋之子还要继续为美丽的大海努力 分析 优优独播了 感谢观看